主席各位先进 我想先请一下央网的彭总裁 大员好 总裁你好 我想请问大家很关心 美国的股市现在都一直创新高 大家也认为说 是不是他QE会提早退场 大概退场什么时候 当然QE就像一个韩国母船 开始来波桃汹涌 在开会期的时候还是会波桃汹涌 事实上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已经被QE搞得鸡飞狗跳 再加上美国政府官员 有鸽派鹰派 每天鸽派的消极 每天鹰派的消极 所以这个债券的利率 已经是每天波动幅度非常大 所以你刚才就有提到说 今年大概不会退场是不是 看样子他今年是不大可能退场 明年大概什么时候你 那么他当然他越南比较注重事业力嘛 所以当然要看到的事业力 看他的物价 他有些指标嘛 我最近得到一些消息啊 像比如说美国有一些区域啊 像比较热门的这种房地产的区域啊 像东南纽约 西岸的加州 是 这个旧金山的房价已经高过纽约 纽约我们最近看到大的开发商啊 大老讲华伦好了啊 包括两岸 台湾也有 大陆也有 那个根本就是 还没开发啊 还没开发 刚才计划 通过而已 房子卖光光啊 好得不得了啊 已经有点 有bubble的现象而回啊 所以也有学者在警告呢 美国是不是还有另一波的泡沫风险 已经有学者发出警告了 不排除嘛应该 有点警告啊 现在去看一下东南西岸 房地产热得很哦 是 美国的房地产热得 台湾也有什么房屋啊 广告做这么大进去美国市场啊 是 所以看起来 他的资产 美国资产 因为QE的问题 有没有泡沫的危机 当然 他们目前 就是说 因为他的物价低 那么失业率还偏高 所以他叫他们几个人 发表的意见 就是说 用股价 跟那个五风险的 的利率 去比较的话 他认为目前 还没有泡沫 但是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 他快要形成泡沫 这是有两派 两派思想 那你看法呢 那我尊重他们的意见 你没有看法 外面有人在揣测啊 说央廊大概明年中啊 会提高利率 有这样计划吗 向委员报告呢 我只是理事会的主席 我这个利率的 货币政策的行程决策 是由理事会多次决 我主持这个理事会 可是 QE的退场一定会 像你讲的嘛 它是大进以来 也是大进以去 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如果QE退是不是对我们的利率市场会产生一定的冲击 应该有吧 不过否定了 QE退场一定会影响到 包括台湾的这些亚洲的新京市场 一定会有影响 就是对我们的利率汇率都影响 因为事实上世界银行的总经理 韩国那个韩宜的那个大学校长 一直在强调 说QE退场不要造成金融市场的动弹不安 你会不会担心啊 会不会担心台湾的资产也有泡沫的问题 有没有 当然我会密切注意 目前没有了 密切注意 目前没有吧 密切注意 好谢谢啊 请回 那个 请一下金管会的曾主委好不好 还有特别是保险局的局长一起 好了我们看看 那人好 你好 我记得我以前有在这里 还是什么地方有推过 就是我们看一下上一次 这个我们国内的投信啊 嗯 代为操作政府的基金啊 大概都 size有多大你知道吗 规模多大你知道吗 现在 现在 基金 国内的投信 政府委托包括我们的退付基金啊 包括政府的其他基金 委托这些投信来代差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整个国内的基金啊 大概六百都是一兆 啊 对 他委托多少你知道吗 我 我手上的数字啊 是 大概将近五千亿 是 委托国内的信 那个那个那个投信来 来代差的啦 是 有差不多五千亿啊 是 万一出事情哦 像上一次那个银政发生问题啊 你们做的了不起 调销执照 停止 三年 然后这个 如果信多的五年 然后罚款六十万到一百二十万 没有啦 司法问题 他 他就是慢慢打 官司慢慢打 银政的事情到现在也没有处理啊 然后现在万一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损啊 这个基金都是这些基金都挣老百姓的钱啊 政府群就是老百姓的钱啊 这个主委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没有 跟委员报告 我们针对投信过去发生一些不法的事情 尽管会有深入检讨 第一件 我们加强 他希望公会能够自律 第二个我们加强检查 第三个 我们邀请他们来说当场宣示 假设 在发生类似的情况 我们除了移送法办 停止相关业余外 我们会撤销 会撤换 相关的负责人 包括 包括他本身投信的董事长 包括他 有者有可能 还包括监督的金控的相关 我们不能加一项跟保险业余有关系 你还没当主委我就提了 只是后来好像不怎么样 请 替政府操作的操盘手 保一个类似道德风险 像现在很多企业 他的财快人员 都有强制他保一个这样的险 就是类似道德 道德险也好 诚信险也好 万一他把政府的 老百姓的基金 我们的这个钱 抄了出问题了 保险公司赔 跟委员报告 现在 险呢 这个类似 现金险 其实在银行做出纳等等 有错 都有啊 都有 都有啊 但是一个问题 假设他是故意的 那保险公司是不赔的 那没关系啊 最少我保啊 OK 对不对 最少我保啊 这个问题我们请你们研究到现在结果完美不来啊 是可以吗 我们到时候有一个跟委员说明 不是啊 大方向你赞成吧 嗯 大方向你赞成吧 大方向我赞成 啊 是 基本上可以接受吧 这样子 基本上 那我们老百姓也觉得说 我们委托他 没关系啊 一方面要追求这个高收益 澳方没有担心这个风险啦 你看那个银证 到现在为止 这个人也没有啊 然后这个财务的损失就损失啦 就亏就亏掉啦 你刚刚讲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怎么处理什么 可是对基金就亏掉啦 是 我们担心是那钱啊 是 我们来跟委员来演绎 谢谢 好 那那另外另外另外 这个跟保险如果需要征据找他保满都可以啊 这个自行车的事故啊 有增加的趋势啊 台北市政府 最近发一个文 交通局发一个文给 给 因为台北市有U-bike 你这个U-bike嘛 对不对 U-bike啊 他有保一个这个公共意外险 车辆问题 个人最高两百万 单一事故五百万等等的 可是没有第三车任险 以现在来讲的话 英国有啊 英国已经有这种假搭车的 而且假搭车这个造势啊 这三年来 假搭车造势的越来越多耶 死亡人数两人 受伤人数超过 已经到了一千三百人了 这个你们可以吗 我们来演绎 不是演绎啊 人家已经给你了 你要大方先给我们了 所以你赞成吗 赞成这样子的吗 可以吗 我们原来第三车任险 这个 当然你们说你们要精算了 可是可是五月份到现在已经搞了八年了 没没结果没出来啊 这边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要收集 收集相关的资料 还有计算他的汇率 我们尽快 我知道嘛 但是我就跟你讲说 说已经五月份请你们 演绎到现在 躺在你们这里啊 你们觉得我们效率太慢了 周围啊 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年底可以吧 我们尽快 不是 你叫个时间啊 table啊 timetable啊 可以吗 年底以前是不是 我年底以前 我年底以前跟委员报告 一定要出来啦 是是 大方向赞成啊 好 大方向赞成吧 你现在只是 剩下是汇率的聚重问题而已啊 是 机制的问题啊 大方向要赞成啊 好 大方向要赞成 第三责任险嘛 你们看脚拉车 脚拉车 脚拉车啊 这个撞起来 已经有两人死亡啊 这个东西 也不是说 这个 因为假设这是一个问题啊 因为 保的很少 有可能啦 假设保的很少 那汇率就高了 汇率高了 怕他们也不愿意来保 不过所以这个要取得一个平衡点 那你现在强制责任险怎么来的 强制责任险怎么来的 强制责任险 因为它那个多 量多 尤其是汽车机车那个量大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这台北市真的 我们很需要啦 是是 交通局它会弄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要 很积极来回应啦 OK 一副我们中央的很老大的不理人家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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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哦 那个 现在 大陆 什么 陈登明在这里啊 这个上海的自贸区啊 跟我们台湾的自行区之间啊 有 金融这块什么合作的 合作的机制 合作的机会在哪里啊 跟委员报告 其实 他们的 细的部分呢 因为 呃 那个上海自贸区 他只提到 以后利率 要再许念利率 或者是 通货之间 能不能自由转换 但是细的还没有出来 细的还没有 再自己一说 要进一步 要合作的部分 可能要等他细的东西出来 他现在细的还没有公布 你认为有什么可以合作的 假如他提出来的话 有什么可以合作 那 其实要合作的话 可能也要进一步来细谈 就你 以你来讲的话 你觉得最可能是什么 我是希望看看人民币的相关业务 能不能有合作的控制 人民币的什么业务 人民币是不是可以开放我们 直接 对不对 直接到 直接到那个地方去啊 他现在有开放这个 那个地方让我们银行直接做啊 不是嘛 这就可以这样的谈啊 是 他现在只放三家嘛 能不能够台湾的分岔都可以进去 这马上可以跟他要求啊 所以要看啊 也要看他开放的业务是什么 到现在还不具体 都不具体啊 那不能说因为现在 让人民币做 你带领啊 那不就好像很 很大一段了 因为他这样内容 都现在细的没公布 你可以 你可以喊话嘛 他喊话你也可以喊话嘛 是 对不对 你说如果你开放这个 开放我们 这个台湾的分岔 都可以做人民币 你带领 我们可以开放什么 让你来 是 你现在已经有了 不是 你开放给他做保守债 不是 是 那再来发债 对啊 你现在已经放了嘛 对 对不对 对 放了总是要一点东西回来啊 是是是 对不对 你要不要喊话一下 呃 我们还是细的出来 再来做 就做决定 谢谢 好吧 谢谢